Hello,大家好,我是开蓝的,欢迎来到是开源不是开源 最近做了很多关于开源产品的视频 然后我突发起场树莓派能不能安装安卓 结果还真的让我找到了教程 那么今天就来看一下树莓派是怎么安装安卓的吧 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博客,作者ID是这个 这里面用的是LineAge OS版本的安卓 这个说只支持树莓派3和4,正好我的是3 然后需要高速TF卡,电源,HDMI线,U盘,线数 我们身上就按它这个一步步来 这里面有安卓10.0,但是我为了会出错就按照它这个来 按它的描述来看的话,这个应该是铁量最小的镜像 我们下载镜像,然后用我们之前常用的这个软件 把LineAge 把镜像写到TF卡里 然后插入树莓派,接上屏幕和电源,开机 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树莓派的安卓界面,设置一下 我们下轮了树莓派的安卓面,然后用在树莓派的安卓面 然后用树莓派的安卓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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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试一下 浏览线能正常使用 好了 再说我们这期是开源不是开源 如果说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那就点赞转发吧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科技知识的话 那就点个关注吧 那下期见 拜